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5月13日 我们看到就在这周,华尔街传出新的声音 这几天不少机构开始认为,美国股市6月最大的风险 可能并不是美国债务上限问题 而是美联储在6月份是不是会继续加息 我们知道,市场其实一直都很清楚 通货膨胀并不是美联储是否会停止加息的绝对指标 另一个被很多人关注的指标,失业率或者非农就业数据 目前其实也存在偏差 虽然目前非农就业数据的表象不错 但真实情况却是,市场上的高薪工作正在不断减少 大量高薪从业人员被不断裁撤 而不断出现在就业市场的,则基本都是一些低薪的工作 同时,就在这周,又有新的声音从华尔街传出 他们认为,如果美联储在通货膨胀率达到5%的时候 就开始选择暂停加息的话 那这应该不会是一个好主意 也就是说,有不少人开始认为 美联储在6月份继续加息的概率正在开始上升 那对于我们来说,究竟该如何判断 美联储在6月是否会停止加息呢? 这里我们建议大家去参考美国区域银行指数 因为对于美联储是否会停止加息或者是否会降息 目前有一个观点是市场普遍认可的 那就是,如果市场出现恐慌 那么美联储就会停止加息 甚至会转而开始降息 纵观目前的环境 现在唯一有能力让市场出现恐慌的就是 眼下还没有彻底平复的美国区域银行危机 所以,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区域银行指数 来判断美联储在6月是否会继续加息 我们认为,如果美国区域银行指数 在这两周没有出现大幅下跌 而是比较温和下跌的话 那么6月份,美联储依然会有3至4成的几率 会选择继续加息 所以,我们可以把美国区域银行指数 这两周的表现来作为判断美联储6月份 是否会停止加息的一个参考指标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